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告诉他瘟疫是怎么传染的 什么瘟疫传染 军中瘟疫蔓延 是因为天地间另有一种利器 它能让人治病于无形 一旦有人患上瘟病 就会通过呼吸传染 这就是为什么 同一营帐内相继染病的道理 你能知 首先要告知全城百姓 大义将至 务必人人小心 再有就是隔绝病患 以防人人传染 还有就是开窗通风 以防疫气聚集 放屁 竟在这里危言所听 如此一来 岂不军情大乱 流阔不大 自己就败了 你知道吗 这个军营外的村庄 人都快死绝了 你再不下决断 整个冰营 整个城 没有一个人能活 你我都得死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也是很有幸 那么来到观察者网 和大家交流 这样一个关于疾病 与文明的问题 其实我本人呢 主要是学习 当然也从事这个 明经史方面的研究 在学习的这些过程之中啊 就是我会反复地觉得 那么文明呢 是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影响 疾病呢 当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在当前的这样一个环境下 所以我们呢 要更要注意疾病的这样一个关系 我之前也看到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活动 放进去之后啊 大家可能发现很热烈 尤其希望看到一些 关于明代的故事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想从大明节这部电影讲一讲 刚才在大明节的这段 视频画面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 你说迷惑行为也好 说惊悚也好 各种各样的画面 但很明显 这是一个瘟疫期间的过程 那么我们可能首先要追问一个问题 就是 这样一个故事 是否是真实的呢 从那么我本人啊 学习这个明清史 包括从事一点研究 那么相关来看 大明节电影的整个故事 应该来说 是真实的 而且刚才大家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里 大量的人 这个因为疫病去世 然后把他们给扔到这个 各种火堆里面焚烧 可能真实的情况呀 比这个情况还要更糟糕一点 电影的讲的故事呢 大概是崇祯15年开始 孙川廷这个副官 那么我们往前追一年 看崇祯14年发生了什么 大明节讲的是 关内陕西的事情 那么我们看 如果看清代的乾隆凤祥府制 凤祥府制所在今天的宝鸡市 凤祥府制就记载 崇祯14年啊 发生了一场非常大的瘟疫 可以看出瘟疫的规模很大 那么瘟疫规模到底有多大 有多严重 你可能在凤祥府制中看不到记载 我们还可以往外看 比如你会看到 在河南河南的伤水县 那么河南伤水县制 对它的记载 其实就已经显得很恐怖了 我们看到 死人死得非常多 而且时间也非常长 到后来街上都没有人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画面 你甚至可以说 这个地方制会不会记载得很简略 而且尤其是 你看我列出的都是清代的地方制 清代人是不是又习惯性地 又跑来黑明朝了 之类的这个故事 当然未必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看一份档案的资料 我们都知道 也有少量的明代档案流传下来了 这份档案一会儿我们还会说 一会儿我们再细说档案的由来 那么这份档案呢 说的是崇祯16年天津的一个情况 那么从这份档案的官员反映的事情 上报给这个朝廷来看 那么天津的情况 比之陕西也好 河南也好 甚至要更加的严重 更加的问题大 所以说大明节整个故事背景发生的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电影所呈现的可以说只是明末大瘟疫的一个侧面 那么真实的瘟疫比这个可能要更加的糟糕 问题的更加的大 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不定要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场瘟疫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很多这个我们很聪明的网友早就提出来这个问题 说这个明朝的灭亡就是受瘟疫影响的 到底是怎么受瘟疫影响的 是怎么样 我们一会再说 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先讲一个问题是 类似于大明节这样的一个瘟疫 它离我们有多远 可能大家要说了 这不是废话吗 是吧 我们小区门口现在就有两体瘟的 要你告诉我瘟疫有多远 那么我们今天啊 当然更主要的是想和大家聊一聊的是 就是如果我们以文明的制度来看 那么瘟疫和人类的文明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我想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这个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 是吧 那么有人的地方呢 就显然会有瘟疫 所以事实上从有文明开始 那么这样一个瘟疫啊 就已经有爆发的过程了 如果从我们历史学角度来看 就是凡是有文字记录开始 那么就你就会看到有瘟疫的故事 首先要么说瘟疫是什么 不用多解释啊 说文解释什么解释都很简单 大家都得病了 就是瘟疫 那么我说为什么说有文字开始就有瘟疫呢 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的汉字啊 就现在目前你可以发现的最早的呢 是甲骨文 那么安阳阴墟出土的甲骨中就有相关瘟疫的记载 当然这个记载怎么解释 学界们还有不同的争议 那么就有一种解释就认为它是通过占卜的方式啊 就在问这样一个瘟疫它是会继续延续吗 这样一个瘟疫它的延续的情况是怎么样 这就说明在当时啊出现了一个瘟疫 甚至于这个这条当然就相关的甲骨文很多 我就不再列出来了 甚至于有这个学者认为啊 有这个甲骨文资料的记载来看 那么主持了盘根千音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工程的伤亡五丁都染上了瘟疫 很有趣的是我们的这个甲骨文资料中啊 其实不仅给我们看到了瘟疫是怎么出现的 还记录了我们怎么处理这个瘟疫 有一条材料就有 前面我就不再跟大家说了 后面三个字叫王饼枣 这个王啊说的就是伤亡 那么饼枣是什么呢 有一种解释 就是这个瘟疫出来之后大家怎么治病 后来想了一下 吃枣 是吧 就是有时候大家现在开玩笑说吃枣要玩的那个吃枣 这个其实从今天来看 这个吃枣呀也未必就是一件不对的事情 我们面对现在的瘟疫 大家都知道这个特效药没有发现 那么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 是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是吧 吃大红枣当然是一种方法 好 我们通过甲骨文 其实就看到这样一个瘟疫啊 发生的很早 那么甲骨的记载呢 当然只是志林这个很很碎片的啊 几条记载 解释上呢 也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到后面的历史时期来看 那么相关的资料呢 就会非常的多 而且也会给我们看到 这个非常多的 让我们能够 很详细的跟大家讲的这样一个瘟疫的过程 比如说 首先瘟疫最先爆发 对历史最大的冲击在哪里 是巨量的人口死亡 其中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当年蒙古灭金的时候 围住了这个金国后来的首都汴京 那么一次这个城内的死亡 因为围城嘛 战争把城围住了 那么城内人口的死亡就可能有接近半数之多 当然你或许可以说 这是二十四史材料的记载 是吧 正史的记载都未必能信 而且嘛 这个金史 辽史 宋史 虽说这三史中以金史的质量最高 但是呢 都是蒙古人编的 蒙古人编的比较草率 蒙古人可能会乱写 不能信 那我们再看一个 我们看一个离我们时段比较近的 就是晚清人自己记的相军记 说了相军记可能不用我多解释 大家都知道 相军嘛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 你无论是评价他正反 比较难也好 都是很有名的一支军队 其实相军在太平天国战争的时期啊 中国就遭受到了霍乱的巨大冲击 那么包括相军记在内 大量的材料就记载了当时的这样一个经历也好 或者是听闻也好 受到了霍乱的影响 并且呀 这个死亡呀 非常的严重 你会看到他的传染性很强 就是一个人死了 那么其他几个人就给他送葬 结果送葬回来 其他几个人也得病了 甚至也死了 很符合我们今天看到的传染性的过程 当然了 霍乱本来就是和鼠疫并列的 我们现在都知道叫一类传染病 是吧 即便是非碟人 也只不过是二类传染病 那么学者们在研究的时候也认为 有一种观点会认为 历史时期 我们看到了很多战乱中的大量的死亡人口 可能战争直接造成的 其实并不是那么大 那么兵框马乱 再加上各种原因 造成的瘟疫的死亡人口呢 就非常严重 太平天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而且瘟疫造成的死亡 其实往往我们看到 它真的是不分贵贱的 无论是什么人 在瘟疫州都可能受到影响 所以它对历史的冲击是全方面的 瘟疫和文明经常会做一个 我们看到就是无距离的这个拥抱 是吧 就像这个有的国家 这个人比较热情 见面了就要跟你啃一口 听一口 瘟疫如果啃上文明了 也是个很糟糕的事情 无论是什么都会遭到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说到一个 就是很重要的瘟疫 天花 稍微年龄大点的朋友们 都会有这个 这个接种天花疫苗的这样一个经历 那么我们也知道 清代呢 在成德建避暑山庄 都说这个叫一座喇嘛庙圣抵十万兵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既然一座喇嘛庙圣抵十万兵 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放到成德 在北京建这样的不是很好吗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啊 这个无论是蒙古的王公贵族 还是西藏来的这些人 他们害怕境内地 境内地呢 很可能会染上天花 所以呢 出长城 离北京又不太远的成德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这里建了避暑山庄 清朝皇帝呢 接见蒙古的王公大臣 大家都放心 是吧 都出了疫区 但清朝皇帝就出不了疫区了 清朝皇帝当然要丝收北京 不能放 我们知道这个死于天花的清朝皇帝呢 就有两位 像皇子皇孙就更不用说了 那就非常多了 分别是这个 我们知道的顺治皇帝和童治皇帝 当然也有一种传言 我们可能有同学说这个 我看过小说 看过电视剧 顺治皇帝出家了 这我们就不太多说了 这个历史记载其实是很详细的 童治皇帝呢 倒还真有过一种讨论 就童治皇帝啊 有人认为啊 他是逛八大胡同 染上了病 死了 特别是死前的症状很像 各种的这个笔记也好 野史也好 所谓的建文也好 记载的非常详细 但其实从历史学角度上来说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问题没有太大的争议 它是天花死的 那么我们可以拿这个举一个例子 来跟大家讲一讲 怎么样一个过程 童治皇帝的这个天花死因 我在这个今天来这里之前啊 也给大家这个准备课件之前 我专门搜了一下啊 网上还有很多用死因之谜 来给讲这个故事 讲的都很生动 其实啊 这个谜要打一个引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清代啊 我刚才说了明清档案 清代的档案 大量的都保存下来了 其中呢 有档案呢 就叫用医药 用静药用药档 其实呢 这份当然是什么回事呢 就是 内务府 静氏房的太监 会把这个皇上 今天在太医 中医嘛 是吧 太医给他这个按麦 麦西的一个记载 还有用药的情况呢 会超路一份 形成了这样一个 静药用药档 那么这个东西 你其实可以把它理解 为什么呢 理解为我们今天有时候 医保要去查的一个 这个病例的底根 存根 有了这样一个材料 其实就可以很好的 来揭示 究竟同城皇帝的一个死因 这份材料呢 学者们已经把它找出来了 我在这里呢 也列出一部分 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就看到 这个两位太医啊 这个李德利 庄守和 这个李德利不是近代史上 很有名的传教士李德利啊 这是太医院院判李德利 当然太医院医生的水平 到底有多高 这个也未必的事情 你就可以看到 他其实一开始就发现了 因为他和天花的症状很明显 他出痘 并且开了药 我在这里还特意把这个药方 炒出来给大家看 根参 原参 牛庞子 紫草 葛根 金戒 山豆根 甘草 莲鞘 青皮 焦山扎 竹如 我特意查了一下 所有这些中药还真都不贵 只有药饮比较难得 禅医药一千 其他的呢 其实大家随意都可以获取到这个 但是我们看效果可能 其实不是特别好 他还是经历了一个天花的过程 史料的记载呢 也很详细 那么我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同治皇帝啊 开始用药 慢慢调理 那么确实出现了一个病状 恢复的一个过程 但是到月底之后啊 他是10月30号 第一次看了这个太医 那么到11月月底之后 猛热的一下病情就加剧了 并且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出了农疮 流了毒等等等等 同治帝就加崩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那么受到这种天花 天花当然是很重要的 传染病的影响 无论是谁 那么都有这种生命的威胁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啊 这个他对于文明的冲击有多大 皇上都跑不了 更不要说平民百姓了 我们讲了中国的 当然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样 可以说这个世间 无人不受瘟疫的影响啊 这个我们都知道 欧洲黑死病的影响非常大 包括这个时日谈 都会记载了相关的内容 这方面内容呢 当然就不是我们今天要讲 我们今天要讲大明 但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任何时候啊 大家都不要把疾病当成一个国家的事情 包括黑死病也是一样 黑死病让欧洲的人口减少了将近一半 但那是哪里来的呢 大概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是蒙古人带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呢 是威尼斯的商船带来的 这就是本身就是一个 即便是在没有飞机的过去 这样一个疾病也会在大陆里面反复传播 把死神的阴影带给所有人 我特意举了这个1348到1349年 是为什么 就还想告诉大家一下 这个瘟疫对历史的影响 它可能是多方位的 1348到1349年 是黑死病集中爆发的这一年 这一年应该来损失了 30%到40%的人口 大家知道1348年 还发生了一件事吗 1348年在亚欧大陆的东端 淮河流域 也是之前发生了一场瘟疫和饥荒 在这场瘟疫和饥荒中 有一个年轻人 失去了他的父母和亲人 跑到寺里当和尚 当和尚也没有退路 于是就跑出去要饭 1348年这一年 他结束了三年的这样一个要饭的生涯 又重新回到了寺庙里 当他的这个小和尚 他回的这个寺庙 叫黄厥寺 那这个年轻人呢 就是后来的朱元璋 创立了这个大明王朝 所以历史啊 常常有这种巧合 我们把东西方的历史 包括这个疾病瘟疫 连在一起看 也能看到很多的故事 都说到这个朱元璋了 那我们再不说明朝已经不太合适了 所以我们下面第二部分能跟大家 就是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 我们告诉大家 瘟疫发生在明朝的时候 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明朝人会怎么认识瘟疫 怎么看待瘟疫 首先刚才在视频里大家也看到了 举着一个神做法事 其实你没有必要去这个谴责古人啊 他们当时没有细菌学说 也没有这个相关的知识 这种事情很常见 万历也获编 这是一本什么呢 这是叫笔记 就是这个网民的文人啊 神德福啊 他就记载了他听到的这些故事啊 什么呀 记下来 你看就会写的这个故事有模有样的 首先很明显是瘟疫嘛 十家九卧 百姓还死将半 但你看大家就会说这是鬼神闹的 而且还有被鬼打的痕迹 等等等等啊 说的活灵活性 你可能说这是老百姓没有文化 有文化的人会怎么看呢 我们看明中实录 明实录是什么东西呢 实录就是我们绝大多数能看到的 明朝最正统的官方史料 这一段呢 其实上誉 就是明英宗啊 英宗皇帝 我们知道这个人的人生经历很丰富啊 是吧 他当过蒙古人的俘虏 后来又回来当了皇上 性格呢 也比较温和 但是你看他这里讲到了 发生了一场瘟疫了 他怎么说 他说虽然是天灾流行 以人事有关 就跟人事也是有关系的 是哪些人事呢 要么是大臣 要么是你们用刑法 要么是有私 有关部门 能够认识到人事是一种进步 当然你也可以说 它是天人感应的一种延伸 但也不能不说啊 这可能也是一种甩锅 是吧 皇上就把这个锅 啪 甩给大臣们了 都赖泥 这个是讲的一种认识 甩锅归甩锅 这个明朝的中央政府一定还是有一个举措的 这也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够战胜瘟疫 我们能够今天我们这个民族发展壮大到今天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原因 那么明朝是怎么做呢 首先我要说的是啊 就是明朝啊 和今天有些类似 明朝的中央政府是很需要了解地方的情况的 那么他会要求在第一时间让各个地方上报的情况上来 地方发生这个灾害 这个灾害中啊 有水灾 汉灾 黄灾等等 包括地震 瘟疫当然也在其中 并且有一套的规制 你看明史中就有记载 包括明慧典中也有 叫暴灾之法 就是哪里发生了灾害 那么地方官员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把这个情况给报到中央来 是不允许出现隐瞒 瞒报漏报 这最后都是要被皇帝责罚的 那么我们实际来看 地方官员呢 也确实有地方官员严格的执行这个要求 比如这个建宿集 这其实就是一个文人自己的集子啊 他就把他当官期间的很多事情都写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江西的一个上报的材料 这个其实很长 我给他稍微说了一段 他是江西南安府某个县某个乡 你看有的报的是什么 是男女斗争 这可能是天花 还有的报的是猴峰肿痛疾病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疾病了 大家是不是有聪明的同学 可以猜一猜是什么疾病啊 看来这个死的速度还很快 那么朝廷里得到了这样一个情况 也会及时的上报 最后一层一层上报到最高决策者那里 我们看到比如明太宗事录 明太宗就是大家说的明成祖 成祖这个时候是后来又追回去的 那么一开始叫太宗 明太宗实录就是永乐年间的事情 其实就知道了这样地方的瘟疫 江西福建发生了瘟疫 那么监国的皇太子就派人下去 要巡视一下看看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瘟疫 并且有针对性的去做一个帮助 那么具体到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了 那么就怎么做帮助呢 你不能是口头喊口号 是吧 明朝也不至于这么做 首先我们要说到一个就是 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不能以今天人的科学认识的这个学说 去责备古人 那么古人当然会做出一些非理性的学说 另一方面我还想说的是 其实我们不能消化古人的原因是 我讲完这样一个故事 大家想一想 这个非理性的层面是不是今天还在 你看我们第一个讲到官方计神 就是也算是刚才看到了一个过程吧 是吧 这是永乐年间发生了一个故事 发生了这个陕西发生瘟疫 朝廷就派人去祭祀华山和陕西其他的山川 而且也有一点甩锅的意思 你们看 就说这个保护老百姓是神之职也 这是你的职责 我祭祀你了 你就要好好保护老百姓 还有我称之为民间的渔神 什么叫渔神 河南汤银这个地方 有五目 就岳飞的 岳爷爷的词的行 那么外面又住了一个铁的秦桧 跪在那里 说只要一个地方发生瘟疫了怎么办 大家去拿着东西揍秦桧 就揍那个铁的秦桧 揍得越猛越好 打他个几十上百上千下 打狠了之后 那就能好了 这也是一种 你说他是娱乐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对风意的方法 还有自制神药 这个自制神药的记载 其实在类似的笔记小说 就像刚才万里野货编 包括给大家举了这个七修类稿 就是文员们 大家你说道听途说也好 他说这个说的有鼻子有眼也好 记得非常多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神药 我们看这神药是怎么记得 山东一家五百多口 那么没有得病 怎么办 大家做一种药 药酒 这个酒我都列出来了 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做 我认真琢磨了一下 很可能就是图苏酒 喝酒治病 其实这也是一种不太理性的一种方法 那么不太理性之外 当然也有这个很可靠 很有用的一种做法 在我们这个传统时期 虽然说这个技术没有今天的发达 那么信息传播也没有今天的快 但是呢 政府还是会做出这个 这个有效的回应的 那么我想我们大概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一是湿粥 二是湿药 三是掩埋 所谓湿粥 就是指一般来说很好理解 瘟疫发生之后 无论什么原因 都会造成物资供给的紧张 我想我们的朋友们在这段时间里多多少少 也经历过类似的 即便没有也是一种恐慌 湿药呢 就是说这个 派医生去给药 比如说你看我列的名神宗史录 这是传说中万历皇帝戴政的万历十五年 其实大家看万历皇帝谁说他戴政了 人家不还在管事情了吗 听说京城中发生瘟疫了 就派太医院的医官 下去治疗也好 下去给大家发药也好 这个掩埋呢 我就不再举例子了 刚才这个视频里发的也很好了 就是人这个死了呀 尤其是有的这个死得非常惨 那么你如果不把尸体埋了 会造成更严重的结果 那么官方呢 往往会这个去做一些掩埋 并且呢 这个相关的有很多的机构 我们翻看地方治也好 翻看什么也好 都有很多 我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啊 其实民间也有很相似的 类似的救灾组织与活动 而且在很多地方 比如说复述的江南 这个民间的活动啊 其实更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当然因为他们这个大概内容 我想啊 可能都能够总结成这几个方面 我们就不再一一的 来给大家讲这样一个事情了 这里尤其要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不能够轻视古人的一种做法 我翻简了一下 当然也是学习了一下 这个今天学者的研究的这个成果啊 就会发现 那么明朝人也好 当然明朝也是往前学习的 比如学习汉朝人 学习唐朝人 学习宋朝人 他们的很多做法 其实是具有朴素的科学知识的 也和我们今天的很多方法呢 是相近的 比如说卫生隔离 五杂祖的这个 就说到 五杂祖也是这个笔记小说一类的了 他就说到这个京师 就北京啊 京城啊 总是闹瘟疫 怎么回事呢 琢磨了一下 可能是这个房子太小 可能大城市的房子 从明代开始就不太容易啊 都是很小 环境又脏 我们知道这个过去是没有这个下水 排水下水设施的 明清的北京城都很脏 这个尤其是这个粪便什么 大家往街上一扔 是吧 然后等晒干了 这个风沙一吹 大家可以想有多脏 这个传染性的疾病也很强 所以这个五杂祖 他们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屋子又小 人又密 又不卫生 所以总是会出现这样一个 拉肚子一类的这个疾病 那么怎么预防呢 首先要弄干净自己 这是卫生 其次呢 要静坐减出 就是要安安静地待在屋里 用今天大家都不陌生这个 这就是隔离手段 所以明清也想到这个了 当然其实这个往前追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这个很 我们学者们在做研究就发现 汉代其实就有类似这样的想法了 包括这个明代的文人啊 大臣们脑子里也有这样一个概念 嘉靖年间当过内阁收府的下言 他的文集中就给属下的批示中 就说到了这个问题 就要求要注意军队的这个防疫问题 特别要强调 不要让这个士兵们都聚成一起 特别是人和战马都窝在一起 这样就很容易造成瘟疫 你就可以看出 其实明朝人 他们是有这样一个概念的 如果说说的再细一点 其实我还发现 有的时候甚至你可以和今天的这种 集中收治 公废医疗 都有一点相似之处 比如说景泰年间的重臣 他当时是曹运总督 也见凤阳巡抚 就住节在淮安这个地方 当时的今天的苏北 当时就发生了这样一种瘟疫 那么王洪做的事情 就是其实把之前几个都包括了 要救济灾民 然后又专门选择了良医 并且把这些乌家可归的 这些得病的人 不让他们到处跑 把他们都放在一起 来集中公废收治 去世的人 再给他们棺材 不能让他们暴施于野外 一是不人道 二也是不卫生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明朝人治理瘟疫 包括其实不只是明朝人 再往前追 我们是有一整套的方法的 只要国家的情况比较稳定 那么也是有对付瘟疫的 这样一套方法 并非都是很慌张的 当然对付瘟疫最直接的方法 还是医学 我们今天都很感激 我们白衣天使 医生在前线的 为我们抵挡的病魔 明代的医生 其实也做到了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么明朝人对于瘟疫的一种认识 其实已经上升到了 很深刻的一个程度 我们今天看到 包括我们这一次遭受的 这样一个新型冠状病毒 它往往都有发烧的症状 明朝人也意识到了 就提到的叫瘟病 就是热自内达外 它是一种有发热的症状 而且大家意识到了 他可能 就是医生 他毕竟不是说所有人都去 性鬼声打秦桧 是吧 这可能是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王吕 他就说到了 这是来赶天地 挟毒疫情 这是有一点 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样一个病毒学说的方法了 而且还特别提到了 怎么办呢 对付这样一种病 不能是大热之症 不能再用热药了 要清热解毒 这其实我们看到 这是中医的一种经验积累 一直到今天也是一样 明朝的医生 我们还要注意到 并不是固步自封 因为面对瘟疫 其实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 都应该意识到 这不是一个我们寻求过去 就能够寻求过去 反思自己 就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 那么还是要对症下药 去找到相应的方法 明朝的医生呢 就会反复地去找药方 甚至于我找到了一条很好玩的材料 我们看明世宗 家境皇帝 大家都熟悉 炼丹啊 写清词啊 这样的一个皇帝 家境皇帝在家境二十一年的时候 发现今世有瘟疫 这也是你看又破坏了一个说法 说家境皇帝不理朝政 家境皇帝不仅知道有瘟疫 而且亲自检索药方 自己制造了一个药方 叫记忆小瘟子方 让这个有关部门颁布下去 让大家来喝药 我很想查出这个药方 给大家看看皇上做的药方是什么 很可惜查不到 但我想呀 其实是原理很好理解 大家都知道家境皇帝 崇尚道教爱炼丹 这个在传统时期啊 这个炼丹也好 这个做化学也好 做中药也好 都有一点相似性是吧 可能家境皇帝就是崇尊 找到了一点灵感 是把它做了一个 当然家境这个可能是一个另类 能体现出积极性 我们不能把它当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谁呢 还是无有性 其实就是刚才电影里面 说的叫无有可 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说 有可是它的字 其实它叫无有性 无有性呢 写了一个叫瘟疫议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了 也是反复提 它主要提到利器学说 就是其实很接近于 今天的这样一个病毒学说 而且他特别意识到了呢 就要找特效药 就是医病要找医药之际 不要乱吃药 但是我特别要告诉大家一点 就是我们说了半天 这个明朝的这个方法很有效 明朝的医生呢 会找到一些方法 包括这个大明节里也渲染了 无有性的方法很有效 我记得我当年看完大明节的时候 甚至于这个 有这个是影评还是什么 在网上说 这个无有性的方法这么有效 当初非典的时候 为什么不把无有性的方法请出来 说不定一下就能治好了 其实真不是这个样子 这个 实在是反复进步的 病毒也是一样 还有呢 我们也不能迷信 这个既然伤寒杂病论 不能治明朝的病 明朝的方子 怎么可能再往后治呢 不用找到明朝 这个贴士童鸭 季晓兰里的季晓兰 大家都熟悉 季晓兰写的《月威草堂笔记》里面 就记载了一个很长的故事 那么总结起来就是 乾隆58年 北京大疫发生瘟疫 京城的医生啊 明医啊 就使用了包括无有性在内的 明朝的医生的方子 结果呢 都医末能疗 效果都不行 所以这个认知水平啊 一定要进步 我们一方面呢 要夸明朝的方法呢 是很有效的 不是一种盲目的 另一方面呢 你也要认识了它 它也是有限的 甚至于它还有它非理性的一面 那么真正到达了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一种科学的认知 是什么时候呢 应该来说是很晚的时候了 比较正规的 要推到宣统年节 就宣统元年颁布了 预防传染病章程 一共17条 我列出了其中几条 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已经很符合我们今天的 这样一种科学的认知理念 那么也正是在这个条例 章程颁布的第二年 东北发生了费树仪的大流行 这也是前段时间网上吵得很火的 武联德博士 这个天佑中华的一个故事 当然武联德博士鞠躬至伟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 为什么当时清朝 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元 能够支持武联德博士 其实很大程度上 也与这样一个认知提高了 你看田一年中央都已经颁布了 这样一个章程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个面对这样一个瘟疫 大家还是要相信科学 相信最新的知识 也不能盲目地从古 你看我这个放这张照片 为什么这个晚清能够扑灭 这样一个大鼠疫 在清朝国事已经衰微到这个地步 还能扑灭大鼠疫 你看他甚至做出了疑似病院 就和今天疑似病例 科学的方法 才是战胜疾病的关键 讲了这么多 那我们就回到明末大瘟疫 刚才也说了 晚清在国事日渐颓废的 这样一个情况下 居然能够战胜肺鼠疫 为什么明末就不行呢 明末的瘟疫到底怎么样 大明杰讲的这个明末 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讲这样一个故事 首先我想跟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明末的瘟疫是怎么爆发的 这方面学籍的研究非常充分 大家也可以去网上查一查 很多很著名的学者 都写了很好的研究论诸 那么简单来讲 这是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瘟疫 那么至少 至少这场瘟疫 我们可以把它追到崇祯六年 崇祯六年在山西 大概偏向于稍微西北部一点 就是和内蒙古沙地交接的 这一块地方 首先发现它爆发了疫情 此后你会看到各个地方 越来越多 而且出现连年大疫 史书中所谓的瘟疫大作 这样的词 就会反复地出现 那么它的传播方向呢 大体上来说 是由北向南 山西西北部 其实就快靠近长城的位置了 我们知道九边重镇中的一镇 就住在偏关嘛 由北向南 由西向东 席卷了整个中国北方 甚至于包括江南的部分地区 那么你会看到 它的过程也是不断地推进 崇祯十三年直立 大概就今天的河北大疫 十四年河南又爆发瘟疫 然后各地都是陕西的就不用说了 甚至于南直立 就包括今天的安徽北部部分地区也爆发了瘟疫 崇祯十六年 京师 就是北京这一带 也是出现了这大规模的瘟疫 整个瘟疫席卷了华北 影响范围非常之大 那么这一场瘟疫 我们首先看到崇祯皇帝做了什么呢 是不是这个网上对崇祯的评价 我看到有两种 一种认为他是昏君 是吧 王国活该 活该你吊死在眉山上 另一种呢 觉得崇祯皇帝好可怜啊 天不佑崇祯皇帝 所以我们也不妨从瘟疫来看一看这样一个情况 首先这是一场什么瘟疫 我们先讲明白 网上的讨论很多 还是大明节 我记得大明节甚至之后有人说 可以什么确切的说 明末的瘟疫就是非典 我想大概是不太对的 当然你不能否定 明末的瘟疫可能是组合性的瘟疫 就从崇祯六年开始到崇祯十六年 谁能保证他只有一种瘟疫呢 是吧 可能是很多种 其中是不是有非典这样的呼吸道疾病 我不知道 但我们看到史料中记载最多的 应该还是肺鼠疫 为什么呢 他症状很明显 就包括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词叫哥大病 就是这个红肿啊 零八节啊 这个红肿 这是肺鼠疫的非常大的明显 这就出现了一个好玩的事情了 大家想一想 清末的颓势的时候 能够压倒肺鼠疫 为什么明末就压不倒肺鼠疫呢 当然刚才我跟大家说了一很重要的例子 是晚清的时候呀 我们已经有了西方的传来的 这确实是西方传来的 一些这个现代的科学防疫的知识 那么明末的时候呢 还没有这样一个知识 明末是怎么做的呢 实事求是的说 崇祯皇帝还是做了事情的 首先他下罪己诏 刚才我跟大家举的例子中 这个从永乐皇帝到这个明英宗啊 正统啊 所谓天顺啊 那么上来干嘛 要甩锅是吧 要么甩给山川神灵 要么甩给大臣 要么甩给有关部门 你看崇祯皇帝就很直接嘛 当然崇祯甩锅的事也没少干 但崇祯至少这一次下罪己诏 把瘟疫也扣到自己头上来了 这种精神是很可嘉的 那么其次呢 崇祯也做了一些事情 那比如说在北京 他先是出千金 就给太医院拨款 这个金一般来说 我们明末会把它理解为这个白银啊 就上千两白银 让太医院去治疗疾病 我昨天查资料的时候也看到啊 有的这个朋友就批评 就崇祯皇帝扣门 这么大的疾病 你就给上千两白银 崇祯扣门可能是真的 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看到 我特意刚才大家看到 把这个 同志皇帝的药方列给大家看了 那些东西也不太贵啊 是不是 还有呢 是你没看到崇祯皇帝治病扣门 他后来买死人 他也不太扣门啊 就死的人太多了 他都出了两万多两白银 让熏成一时 给大家这个 就是埋葬尸体啊 所以 可以说这个明末的 在瘟疫情况下呀 中央朝廷也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做了一些事情 你不能说他没有做 但是呢 他的努力 我们说一方面客观的说 是不够的 第二方面呢 也未必就能够成真 那么我们这里 我认为啊 我们可以说 叫无解的难题 前两点不用多说 一是国力很疲弊了 那明末那种国力大家都知道 国力衰弱了 无法应对灾变了 第二呢 是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呢 也相对来说越来越弱了 朝廷控制不了地方 甚至控制不了地方的军队 第三点更主要的什么问题呢 就是今天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了 战胜这场瘟疫的最核心的在哪里啊 在控制人口流动 是吧 不要乱跑 我放了一张地图 这是明末农民战争起义 支持之间的大家的一个流动图 这其实只是后半段 我找不到前半段的图 理论上 凡是这张图上有的 绝大多数地区 农民军都跑了个遍 这个其实逻辑上很好理解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农民军要想生存 他要在哪里生存啊 他一定要去灾害 瘟疫发生比较多的地方 是吧 这个地方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所以就加入农民军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一是你获得不了足够的粮草 二是呢 你也不能久待 久待你被瘟疫染上了 你又死了 所以呢 他要往粮草附属的地方去跑 而往粮草附属的地方去跑 明朝军队又要来打他 而且粮草附属的地方 这个老百姓啊 也未必会支持他 所以他呆一阵 他又要跑回爆发瘟疫的地方 你就会看到农民军啊 在这个灾疫 在疫区和非疫区之间 来来回回的跑 当然了不只是农民军啊 这个剿灭他的明朝军队啊 也是跟着他来来回回的跑 从陕西跑到山西 山西跑河南 河南跑南之力 南之力跑回河南 又往湖北四川 整个半个中国都被他跑了一遍 农民军加明军 这几十万人 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流动 相当于什么 大家今天刚刚经历了这个 我们到处严防死守 不允许乱跑 这样一个过程 我不用说大家也知道 所以战争客观上 确实大大加速了 这场瘟疫的传播 那么也使得 明末瘟疫 把它平息下来呢 变得非常的困难 那么我们谈到这个这里啊 其实就不用再多说 这个瘟疫的影响了 我们谈一个拐点的问题 就是这个瘟疫到底 对明朝的国运 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这里又放出了一张图 大家注意观察右上角 这是李自成 从政十七年 李自成兵发陕西 进攻北京 就是大明节的最后 说到孙川廷死了 明朝亡了 大家好好思考一个问题 凭什么孙川廷死了 明朝就亡了 孙川廷死的时候 明朝还有半壁江山呢 是吧 难道明朝就真没有敢打的将领呢 我想也未必就能这么说吧 李自成当时都可能没想到这一点 李自成当时兵发西安去搭北京 和我们今天从西安进北京这个铁路啊 出铜关到郑州走京广线 那不同 李自成的方法呢 是直接像一条走直线一样 他从陕西出发 过黄河到山西 然后呢 先打太原 打太原就损失很大 打不下来 然后他出了长城 是从内外长城之间过大统 所以说他是从居庸关 进了北京 今天这个大家从居庸关回北京 开车路上 还能看到李自成进京的那个像 那么在过内长城 宁武关的时候 就遭到了明朝守军的激烈抵抗 这个区区几千的明朝守军 就对农民军造成了大量的杀伤 大家很好理解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时候啊 山西作为疫区的发源地 他的疫病已经结束了 那么这个 这个明军的战斗意志也很强 对农民军抵抗很强 所以李自成在宁武关之战之后 就犯起了疑虑 他就跟手下说 这个宁武关虽然打破了 哎呦 我们这个几千人就死了这么多人 那后面大同宣府 居庸关 京师 这还打什么是吧 我们不全死光了 不如回陕西吧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 后来没有回 也打北京打成功了 但是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李自成的担忧 没有成为现实呢 为什么只有在山西境内 太原坚守了 宁武关坚守了 这个宣府 居庸关 北京怎么就不坚守呢 特别是大家想一想啊 再往前推几年 这个当年满清入关截履的时候 黄太极的这个 不是黄太极就是满清的铁骑啊 围攻北京城都不成功 怎么李自成就能打赢呢 看起来他的战斗力并不强呀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但我想啊 瘟疫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这里就列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在李自成来的前一年 北京爆发了一场大瘟疫 而且瘟疫爆发的非常严重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鼠疫啊 鼠疫的致死率 不用我多说 大家随便查一查都知道 这场瘟疫 从二月到九月延续了整整半年 大家可以想一想 半年是多大 洛阳兴啊 洛阳兴是当时 支张锦衣卫的头头 支张锦衣卫 当然对京城的情况很了解啊 所以他的报告中就会说到 他说去年 就崇征十六年啊 今世瘟疫大作 十世九空 甚至互丁禁绝 怎么怎么样 你可以想一想 死了这么多人 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你看康熙通州志 也给了这个记载 而且记载的很明显 这是鼠疫 而且笔屋传染 隔着隔着屋传染 传染率非常大 同时大家都知道在哪啊 有北京的朋友知道 地铁八宗县坐到底 是吧 中国传媒大学 所以明史基日本末中 就记载了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想象的到 瘟疫在京城造成了 这么大的影响 死了这么多的人 京城的驻军 不可能没有事 尤其是这些军队啊 士兵们都住在一起 可能卫生情况 也未必有多好 那么传染 所以会非常的严重 死亡也非常大 明史基日本末中就记载 说金银兵役 就金银的兵啊 出现了一个大的瘟疫 当然了 后来还少了那些金锐呢 又被太监选走了 到外面打上去了 所以剩下的结果 就是剩下的人又弱 又少 去守城墙 人都不够 就直接出现了 我们看到 过去说明朝初年 吹八十万 六十万 几十万的金银兵 在李自成打来的时候 几乎是手无腹肌之力 所以这个 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们不能够只讲瘟疫 但是呢 客观上 崇征十六年的瘟疫 造成了这样一个 巨量的人口损失 确实为北京 李自成 顺利攻占北京 提供了机会 所以也有这个 很著名的历史学家 就提出了观点 就说这个叫做 老鼠亡民的一个观点 可能明朝是老鼠亡的 讲了明朝 其实啊 这个大家不要光 你是哀叹大明也好 笑话大明也好 东西方都一样 我们可能时间关系不再多展开讲了 我放了两幅图 大家自己可以看到 讲的是波罗本尼萨战争期节 那么雅典的这个 这个鼠疫啊 把连波利克里都死了 直接可以说是 你说改变了雅典文明的历史 那么不仅雅典啊 这个谈到西方文明 谈希腊 谈罗马 罗马也是一样呀 扎士丁尼大帝 重新 复原罗马帝国的梦想 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受到了瘟疫的这个冲击 造成了人口死亡 军队战斗力锐减 所以瘟疫可以说 是世界文明 共有的一个关键词 它不是一个独有的一个问题 甚至于我们放到 离我们不远的一个时代来看 也是有这样一个过程 1918年的一场大流感 可以说是 大概说是距今啊 影响最大的一场流感 我这里特定列出了三个字 叫西班牙大流感 是什么呢 我就想跟大家 也是讨论一个问题吧 也不是一定我说的就对 1918大流感爆发在哪里呢 那么我们现在普遍认为 它最先爆发于 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 那么一战大家知道 美国参战 美国军队就越过大西洋 到达了欧洲 就传到了欧洲 很快就传到了全世界 但是这场流感 却被冠名为西班牙大流感 原因当然是多方便的 西班牙感染的人多 西班牙没武术 西班牙国王得病了 但是你会看到 这明显是一个 推卸责任的过程吗 是吧 甚至于还有一种 很荒谬的观点 说是一战中国 派到欧洲的华公 得了这个病 传染给了欧洲人 所以其实在历史上呀 把疾病冠以自己不喜欢的 一方势力的名字 是大家普遍干的一种事情 甚至于这个 包括我们说 他们过去传说 这个同志皇帝 逛八大胡同 得的那个梅毒 是吧 原来这个 英国人就说 这叫巴黎花柳冰 就要把它扣到 法国人头上 都是一个道理 好 我们说回西班牙大流感 我们用一段 西方人自己的材料记载 这也是这个 目前中国的 这个学者会引用的记载 英国议会档案 就会记载到 1918到1919年的 西班牙大流感 那么在这一年之间 造成了死亡人数 有两千万到五千万 超过了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 四年的死亡人数总和 其实也可以看到 就出现了大量的隔离病房 这和今天很像 像放一趟医院 而且你会看到 这个号称是他们 受他们传统习俗影响 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怎么样 坚决不戴口罩的欧洲人 是不是把口罩一个个 捂得严严实实的 不是不戴口罩 也不是他们 这么有这个文化 只不过情况 没有严重到那个地步而已 西班牙大流感的时候 大家都是捂得很严实的 西班牙大流感 确实 我不说西班牙大流感了 我们说1918大流感 1918大流感 确实对文明 对这个当时的历史进程 造成了一个直接的冲击 特别是18年的2月 8月份爆发了第二波大流感 这第二波大流感的致死率 大大提升 而且高死亡率 普遍发生于轻壮年 大家想想 当时一战接近尾声 哪里轻壮年最多 战场上 都是年轻的士兵 所以各国 某种程度上 也是出于对高死亡率 流感的恐惧 那么快速地结束了一战 促成了一战的结束 这也对文明 造成了一个直接的冲击和影响 好 到这里我今天想跟大家也是分享吧 也讨论内容 大概就到这里 那么最后呢 我想有三句话 可以大家 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 我想啊 首先是我们当下所经历的一切 那么从今天来看 毫无疑问 是一个全新的疫情 是全新的病毒 我们要全新认识 但如果从它的过程 和我们的经历来看呢 也未必是全新的 也是历史的某种重现 你会看到其中 无论是各种惊慌也好 冷静也好 付出也好 甚至于一些不光彩的事情也好 历史上都曾经发生过 所以我们以古为鉴 也应该表现得更加理智和成熟 这才是正常的做法 第二点呢 我想 那么我作为学习历史的一个人 那么 我们去把古人的经验 给拿出来给大家看 古人的智慧呢 是要我们学习的 特别是古人犯过的一些错 教训呢 要汲取 但是大家也不要迷信古方 是吧 你应迷信古方 去学同治皇帝的那个药方 拿一千禅医来做饮 那也是治不好病的 第三点呢 我想这个疫情啊 大家可以看出 我们后面讲了这个拐点的这个问题 疫情它当然关乎每个人的生命 上到皇帝 下到普通人 但它也可以关乎到 这个你在里的这个国家 你在的地区 和你在的每一个 所以这个大家都乖乖听话 把这个疫情给压制下去 我们尽快的复工也好 怎么也好 这既是保护自己 王大了说 使劲王大了说 这也是保护整个世界 这就是我今天的这个内容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